嗨,大家好,我是战云 前两天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一家航空公司里 有一位机长在飞机飞行的时候 跟客舱里面一位空服员就打起来了 然后两个人最后还都受了伤 那么他们打架的原因是说 机长当时要求这位空服员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空服员没有做好 那么机长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侵犯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不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借这个话题 去聊一聊机长在飞机上权利到底有多大 首先来说我们一说机长就会叫Captain Captain其实它就是一个头衔 就跟什么Professor,Lord,King,Sir 这些都是一样的 真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说 关于机长这个概念 其实是叫做Pilot in Command 简称叫做PIC 这个PIC的概念 其实是从航海里面的船长 它真正的权利的范畴里面去直接借用过来的 其实航空业里面很多很多的法律法条的规定 都是从海事法里面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 这个就是从最早最早这个航空法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是这么做 所以到今天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那么说起来机长到底有什么权利呢 在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附件二空中规则2.3.2 PIC的职责当中就有一个规定说 飞机的PIC无论是不是在操纵飞机 都需要依照相关规定来为飞机的安全负责 但是PIC在一定的情况之下 为了飞行安全的原因呢 可以偏离任何的规定 那么同样还是这个附件二二点四里面 飞行器PIC权限 这里面还说呢 就是飞机上的PIC 在它对飞机有控制权的期间 具有最终决定和处置的权利 那么前面这两个法条里面说的 这个机长控制飞机的时间呢 就是说引擎在转动 飞机可以靠自身的动力去移动的这段时间 那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机长在飞机上就只靠这两条法律 就可以做几乎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literally就是飞机上的一个God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降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合适 因为飞机这个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然后大家都离得很远 谁也帮不上忙 机师呢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拯救所有人 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机师满脑子想的都是 哎呀我要是做这个事儿会不会违法 我去干那个会不会违章啊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当这个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 前面有一个特别危险的这个雷雨的天气 机长这个时候可能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 无线电环境当中联系不到航管员 他想跟航管员要求我要去离开我现在的飞行航线 去飞一个新的航向绕开这个天气 但是我联系不到航管员啊 眼看飞机就要飞进去了怎么办 那机长呢他考虑了一下他觉得我现在飞进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么我考虑到我离开航线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机长这个时候他就会在没有航管员许可的情况下 违反航空法 然后去离开他自己的航线啊 去飞一个安全的航向 把这个危险的天气躲开 然后躲开之后呢 再飞回他之前的这个航线里面 当然这个事情是要向航管员报告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机长就短暂的违反航空法 但是这个就符合刚才机长权力当中的一条 就是说当他在这个特殊的情况 特殊的原因 他觉得有必要去这么做 去保障飞行安全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违反相关的法律 那么同样还是说这个绕飞天气啊 假如说这个时候呢是副机师在飞行 然后副机师觉得嗯 这个天气看起来 我觉得从这个云的右边绕过去比较安全 那机长呢在旁边看看呢 就说不行 我觉得从左边走会更好一点 然后副机师呢 假如说这个副机师是一个特别有执念的人啊 他就觉得我就要从右边绕 我就觉得右边更好 他会跟机长说呢 我还是觉得右边绕好 我就要从右边绕 麻烦你啊 跟这个航管员申请了一下 我们从右边绕过去 但是机长有对于这个飞机上的 飞行操纵的最终决定权 所以那如果当机长决定 飞机要向左边绕飞的话呢 那么副机师就只能选择 其他的空服人员啊 机组人员或者是甚至是乘客呢 来帮助他去制服这个旅客 甚至可以用一些强制的方式 把这个旅客捆起来 然后放在飞机上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飞机着陆之后 再请这个真正的执法人员 把它带下去 那听起来呢 机长好像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以无法无天啊 可以像海盗一样 想干什么都可以 但实际上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那机长他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做了任何偏离法律的规定 法规的规定的事情 或者说是他在空中行驶过 他的这种最终决定权 去超越了其他的人的权利 去做出了一些决定的话 所有这些事情 在飞机着陆之后呢 这个机长的所有权利 就化为乌有啊 然后就要被放在放大镜下 去仔细的检查 他之前做过的每一个行为 如果你看过这个电影 萨利机长的话 你就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哪怕你是成功的挽救了 每一个人的生命 还是会有一堆人出来 会去找你到底做了 哪些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机长呢 他在执行他的 所有的权利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 那么其实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觉得有一句话 是特别特别适合 来形容机长的 OK 我们今天节目先到 这有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